肥瘦比例恰到好處 再把它滷成醬油色 客人點一碗控罵飯 這是彰化人日常必吃美食 只不過老闆現在夾肉 每夾一塊 心裡多少都要細細斟酌 豬肉這幾 已經漲了幾多了 現在來講的話其實 真的來講 不像你跟我們反應了啦 因為其實他們也撐不住 老闆說出關鍵字 豬肉漲 眼前疫情衝擊 讓生意很難做 沒想到豬肉價格 這個時候亂入 整個漲上來 要用嗎 要吃的話 那當然是企業的話 就是要接受這個的事情 不只小吃業者 還有上市場買肉的婆婆媽媽 也快動不掉 毛豬價格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以彰化肉品市場的 統計數據來看 二零二一年元旦 毛豬平均總價格 每公斤六十九元 全國三級警戒的時候 來到七十五塊錢 最高價出現在七月七號 每公斤已經達到八十九點二九元 差點突破九十大關 之前是一百二 現在都賣一百四一百五 高千高百二十 這張華的嗎 這張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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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華不會多少年了 一張第一次去到五百年了 拍賣價格每公斤計算 不過肉品到了下游 換算每台斤計價 包括民眾嘗試的梅花肉 駐五花價格都超有感 疫情讓不少人選擇自己煮 讓豬肉需求量大增 但看看後頭還有中元節中秋節 這些看中豬肉需求的重點 節日讓豬價割了蛋 三級五張華雲林綜合報導 我們一般老百姓 當然對菜對肉 每一塊錢要斤斤計較的 賺錢太不容易了 不過來看看 有些人出手比較不一樣 在台北要買房子 這裡是大安區的蛋黃區 那麼打出來 因為有星光的加持 可以跟周杰倫 周董當鄰居 開車在地下室可以打招呼 偶爾可能搭電梯會巧遇 這裡開出來有四足搶標 可以想像扣掉車庫 多少錢賣出去嗎 他花三千多萬買一間套房 想跟天王周杰倫當鄰居 現在正是時候豪宅和平大院 三月出現法拍戶 日前進行二拍 位在後洞二樓共三十六坪 底價兩千七百二十萬元 吸引四組人馬搶標 最後由陳姓自然人 以總價三千三百八萬元得標 高出底價六百多萬元 不過室內只有十三坪扣掉車位 每坪竟然高達一百三十七點五萬 等於用三千多萬搶了一間套房 這樣子的一個社區名稱 是有增光的一個效果 所以即使後洞 它是以這樣子的一個價格 還是會願意搶進 尤其是以總價三千多萬來說 算是一個非常低門檻的一個門票 法拍成功脫標的是 和平大院後洞 是由地主和建商的都根分回戶 門牌則是在金山南路上 和平東路則是銷售豪宅戶 各自擁有獨立出入口 豪宅市場火熱 下半年還有重頭戲 正義國宅是台灣歷時最久 過程最複雜的都根案 改名為鑽石塔 由三元建設